增绩核实,美国公的伊拉克,被世界媒体转播,加战争第一次如此清晰的,以直播的形式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。 一时间,各方专家学者对战争形式品头乱足,做了种种分析,本来是一场残酷的战争,却仿佛是变成了一场全球观看的大戏。 在人们品头乱足的时候,是否可曾想到,有多人正在流血牺牲,又有多少人正在担心受怕? 战争,什么时候才能从人类的文明中抹去? 和平作为世界的主题,却不是平白无辜就能得到的,要靠自身强大的实力。 那么,很少有人知道,美国早在2002年12月9日,就已经攻打过伊拉克了。 那是在塔塔尔都哈下拜的沙漠进行的模拟实战,这不是一次普通军演,而是借助了美国先舰的计算机实战模拟系统兵器系统。 采来演练了攻打伊拉克的整个过程,令人惊讶的当几个月以后,美军真正拉开了每一战争的序幕。 这场战争的过程及结局,都和当时兵器系统的模拟结果惊人的一致,于是乎,一时间,兵器系统名造天下。 但遗憾的是,当时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,外国对此又实行严格的技术封锁。 兵器系统是依靠大型计算机和海量战争数据,对实战的真实模拟,对提高我军的作战能力意义重大。 在这种情况下,就注定的兵器系统研发,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自主创新过程。 张国春,1969年出生在黑龙江,军训运输学博士,他带领着研发团队历17年,终于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技术封锁,成功的打造出来,属于中国的医院模拟施战的兵器系统。 可是这背后所付出的辛酸,又有几人知道呢? 张国春的团队,没有任何可以接近的经验,所有的研究都要从零开始,没有先进的模拟系统,我军的实战训练水平受到了严重的阻碍。 这一情况,让张国春心里着急,连得饭连吃不下,教也睡不好,他下定决心,一定要研发出中国自己的一流兵器系统。 2007年,张国春担起了中国兵器公关工程的重任,作为团队的技术骨干,张国春带领他的团队日夜不休,一个一个攻破技术难关,仅作战数据,他们就收集了一千多万条。 有志者是进程,终于在张国春的带领下,中国的兵器系统诞生了,经过数十位院士的鉴定,这套系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,速产生的军事效益,无法估量。 张国春团队研发的兵器系统,可以真实模拟,陆、海、空极特种作战,包括后勤宝炸等多种作战需求。 这套兵器系统,几乎可以模拟出真实战争99%效果,从而使我军在学习现代战争,积累作战经验,推演战争形式等方面,都有志的飞跃。 兵器系统研发成功固然可喜可贺,但我们的英雄却倒下了,张国春在七年时间里没有好好的休息过一天,最终狼泪过度,得了脑肿瘤,就在他的工作杠位上倒下了。 英雄从来都是无私的,把好事都让给了别人,而责任与重担,则由自己来挑。 张国春两次参与平审教授资格,他都主动把名额让给了别人,还因为工作错过了最好的时间,最终病情恶化而适适,那时,他才刚刚45岁。 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国防事业,献给了兵器系统,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功绩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赖赖了。 这是讨论 있기之。